西非地區的伊波拉疫情引起全球關注 但其實人類早在1976年就發現了伊波拉病毒 近40年的過去 科學家為何還未研發出 針對這個致命病毒的特效藥物或疫苗 一同大家報道 英國研究人員說 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伊波拉是一種病毒 而不是細菌 目前醫學界開發病毒引發疾病療法方面 還滯留在細菌感染導致的疾病治療 這種病毒對實驗室中的培養環境要求極高 病毒屬於微小的分子 只會產生非常有限的蛋白質 也就是說治療過程中可以選擇的有何目標更少 其次是伊波拉雖然是一種致命病毒 但客觀來看 這種病毒其實很少見 它的傳播範圍基本上就集中在西非地區 由於史上伊波拉病例出現不多 醫學界並不像研發外滋病疫苗一樣 存在迫遲的壓力 也使得研究人員很難有機會探究這種病毒 在人體內的作用機理 由於伊波拉疫情的爆發時間規律 不像某些病毒性傳染病有特定的軌跡性 因此也無法預知和防範 缺乏經濟效益也是針對伊波拉的特效藥物或疫苗 遲遲無法研製出來的原因之一 伊波拉藥物或疫苗研發需要巨額的資金 銷量就很有限 造成沒有私人企業願意投資 針對伊波拉病毒的特效藥 或疫苗研發一直進展緩慢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在下衛生也不遲開了 請期待